挑食的山羊 挑食的山羊 从前有一只山羊 它的名字叫高丽 高丽喜欢从岩石跳到岩石 高丽喜欢将双腿踢向空中 高丽说 我是一只普通的山羊 但是高丽不是一只普通的山羊 高丽是个挑食的山羊 每次她和她的妈妈和爸爸一起吃饭 她知道她有麻烦了 高丽的妈妈说 高丽 你想要吃罐子吗 高丽说 不要 谢谢 山羊爸爸说 一个漂亮的盒子 一块地毯和一个瓶盖呢 高丽不高兴的说 不要 谢谢 山羊妈妈说 好吧 这是适合山羊的一餐 她嚼着一双旧鞋子 爸爸山羊说 当然是 她吃了一件衬衫 扭扣和所有的东西 爸爸山羊说 高丽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挑食 高丽说 高丽说 我不挑食 我只想要吃水果 蔬菜 鸡蛋 鱼 面包 和奶油 山羊妈妈停止吃鞋 山羊妈妈说 这是什么样的食物啊 高丽说 是我喜欢的食物 山羊爸爸说 令人生气 她用纸巾擦了擦水 山羊爸爸说 高丽是一只挑食的山羊 山羊妈妈说 我不知道它有什么问题 山羊爸爸和山羊妈妈 安静地吃着报纸 山羊爸爸和山羊妈妈 正在吃一条裤子 和一件大衣 高丽说 早上好 山羊爸爸和山羊妈妈说 早上好 高丽说 我想喝橘子汁 吃麦片和香蕉 山羊妈妈说 吃这件漂亮的外套 山羊爸爸说 咬这个裤子 高丽说 不要 山羊爸爸扔下她的纸巾 山羊爸爸说 高丽的饮食不对 我们带她看医生 父亲和母亲山羊 带着高丽看医生 医生正吃着纸板 医生说 有什么问题 山羊妈妈说 高丽啊 是一只挑食的山羊 我们给她吃最好的鞋子 盒子 罐子 裤子 大衣 但她想吃水果 蔬菜 蛋 鱼 和橘子汁 医生说 你说呢 高丽说 我要吃我喜欢吃的 医生说 我见过挑食的山羊 他们啊 要慢慢的尝试新的食物 每天给高丽一份新食物尝试 晚上 山羊妈妈给高丽意大利面 和番茄酱携带 高丽说 好吃 第二天 她给高丽四季豆 和一块切成小块的碎石鞋根 高丽说 好吃 山羊妈妈说 今天有你最喜欢吃的菜 蔬菜汤和罐头 高丽说 好吃 点心是什么 山羊爸爸说 冰淇淋和盒子 高丽说 好吃 山羊爸爸问 有人见过我的条纹领带吗 山羊妈妈说 我的缝纫兰 山羊爸爸和山羊妈妈问高丽 你在两餐之间有吃东西吗 高丽说 有吃啊 我喜欢吃所有的东西 山羊妈妈说 山羊吃得像山羊 不像猪 山羊妈妈说 高丽啊 会吃掉我的洗衣篮 山羊爸爸说 我的工将是下一个 第二天晚上 在晚饭前 母亲和父亲山羊 去了垃圾场 他们带回了八个轮胎 一个三英尺长的理发杆 一把破碎的小提琴 还有半个车 他们把所有的东西 堆在高丽的沙盒前面 当高丽回家 高丽说 院子里的东西是谁的 父亲山羊说 你的晚餐啊 高丽说 好吃的东西 高丽吃轮胎和小提琴 他也吃了理发杆 他也吃了理发杆 当高丽吃车子的时候 他说 我的肚子疼 父亲山羊说 高丽吃了太多的垃圾 母亲山羊说 希望如此 整晚高丽肚子疼 山羊爸爸说 早上想吃什么 高丽说 炒蛋 两张纸 和一杯橙汁 炒蛋 mesi 炒蛋 和一杯橙汁